就是怀疑当时他拿这个官邸出现这五百万的时候 怎么会这个郑文灿他本人跟他家人都完全没有耗地去把他打开 甚至在事后是拖了大概六七个月之久才把这些钱还给对方 但是就是说你第一时间我觉得这个钱问题不是应该马上交换回去 或者是说拿到阵风出来处理 但他们都没有 所以这好像就是这个所谓高院决定复毁他们抗高与 对基本上过去我们这几天的质疑通通成真 而且我们质疑他是前金后谢也成真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华雅的案子总金额是57.47亿 怎么可能一个区区五百万就打通郑文灿介入这么庞大的案子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高院的判决里面 在基阿廷的判决抗告驳回 可以很明显的知道高院也质疑啊 为什么这五百万黑色的袋子送进来 这个体积应该是蛮庞大的 这个重量也是很多的 怎么可能在这个关题这么久的时间你没有发现 然后放了六七个月 如果你没有贪污的意图 你第一时间就会送给阵风单位调查 你怎么可能放了六七个月 或知有监听议文你才还回去 这是第二个疑点 第三个最大的疑点 就是连法院都怀疑这五百万只是钱金 那后屑又有多少 还是整体的规模是高达上亿 这些金额是我们不知道的 那我们从高院的判决也可以知道 原来郑文灿他在拿这些钱是用借贷的方式 是用这种推托的方式 是用这种安全罚的方式来做处理 可是这些安全罚还是太少了 竟然有一个政治人物大手大脚 让钱直接拿进关底 放在关底六七个月 还没有办法退回 到最后是监听议文才退回 这是我们觉得最大的疑点 是因为议文是正在想起来 因为像检方有发现新的事证 发现就郑文灿被约谈当天 还在利用这个手机 跟他的这个密信密书 不断的密切联系 好像还谈到了一些 包含他们检调侦查的方向 等身材去联络了这些地主 那也发现说 他当时虽然主动交出手机 但好像是这个新的手机 旧的手机好像早在六月九号 就把这个门删掉了 这是最新的事态 我们看到这个郑文灿 他竟然在这个当庭 就觉得自己好像很清白 手机很干净交给庭上 结果庭上一查 发现你根本在七月五号早上 你还在通讯你的诗验体密书 在串正 所以这证实了高院之前说 郑文灿高度有逃亡篡正的嫌疑 是完完全全被证实的 那我们昨天也在担忧 郑文灿 你的华雅科案根本就只是一个破口 当你的手机交出去 你的文件 LINE 还有照片 跟这些企业家党政高层 各界复杂的利益关系 通通都会被资讯还原 所以我觉得郑文灿 当任一个直较市长竟然不知道 LINE删掉在机房里面还是有备份的 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最新的事态是 他愿意把手机交出去 是不是你六月换了新手机 又是谁通风暴信在一个多月前 就告诉你要调查了要换新的手机 一般人不常换新手机 手机里面有很多东西 不管是你的通讯录或你的照片 或你的LINE的对话 你为什么在这么关键的时间点换了手机 是谁第三个内鬼把这个资讯给你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真的 检方要继续追查下去 旧手机在哪里 是不是可以申请扣押或是搜查 把这支旧手机也保留 因为那支旧手机才是民进党政商关系 整体的结构的最大破口 那我也要回应 就昨天王毅川在桃园的宣讲 直接点名说 我们检验这些弊案是欺负桃园人 我告诉大家 郑文灿在桃园搞弊案 搞豆腐扎工程 这才是真正欺负桃园人 郑文灿你欠所有桃园市民一个道歉 那王毅川你也不要在那边大放厥词上节目 胡说八道 因为你在2018年担任台中市的交通局长 你是被监察院认定台中花博亏损20亿的局处首长 而2019年郑文灿延兰你来担任韩空城的董事长 又是亏损上益 被你担任的局处怎么老是在亏损 其中你担任韩空城董事长的时候 有没有其他的弊端 这都是应该要查的 不能因为当时候郑文灿给你当一个董事长 你好像投桃报李 现在都要帮他护航 你是帮他护航 你是回应这个恩情 还是你根本就是结构的一环 所以我呼吁黄义川不要再大放决职 随意的泼掌水 是议员 那我想请教关于这个台湾民基金会出现民调的检设 有将近四成的这个国人是对于这一次这个郑文灿案 造成这个对民进党政府的这个不信任 那如果我们这个赖政府现在上任决定要办这个案子 是不是真的应该彻查到底 尤其是就像议员刚刚讲的 甚至连这个检报好像一次都有这个内回 不断的有这个所谓的相关市政外泄的这个状况 法务部是不是应该出面说清 我昨天已经提醒法务部长郑明谦跟检察总长邢泰招 应该针对从2017年就存在了这个检调司法过程的内鬼 应该彻底清查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不管是桃源郑文灿涉入弊案 还是台南发生了枪击的高度治安案件 民进党没有要针对这些内政好好做处理 反而跑到基隆去罢免谢国粮 这根本就是转移焦点非常low的手段 所以我在这边提醒民进党从这个郑文灿 华雅变成一个破口之后 包括总统府的用监 行政院的用监 是怎么取得的 代价跟成本又是多少 他都要说清楚啊 怎么一个五百万就可以让郑文灿 在华雅的案子介入 那总统府的用监 行政院的用监又需要多少代价呢 所以我想请讲就是关于这个 等于说过去蔡政府的这个八年 这个弊案可能 郑文灿案子是冰山一角 是真的应该全意的心查到底 甚至年民进党记得提出的剧本说 最后这个案子追查到上面 可能会查到蔡英文 蔡英文到时候有可能都要来出庭来接受这个讲本 其实感慨万千不声唏嘘 这个郑文灿是蔡英文最嫡系最爱的小英男孩 可是最落入这样的窘境 当时候最照顾她的蔡英文当然有责任 而蔡英文还有哪些案子 用总统府的用监 是给她做开绿灯 然后快速通关 去护航郑文灿过去的政参关系 都要一并查 所以我觉得我提出来 在桃园市议会要成立个专案调查小组 就是希望不管你蓝绿 你如果没有涉入 你当然很自在的可以让我们直接来查办 你不需要党 党的人是不是你家族有涉入 还是你心中根本有鬼 而郑文灿这个案子 我们认为是她在冰山的一角 是最小的案子 还有多大的冰山潜伏在这个水中的案子 还没有被查出来的 我们会查办到底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她用国际卤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卤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会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